来 时间不早了 我先走了 容生 你等等 你是不是心里也有我 莹娜 我们还是说再见吧 莹娜 莹娜 你这个 莹娜 谢谢你 让我看到了这一幕 初初 我 我不知道你会去哪儿 初初 你误会了 你可以发脾气 你可以骂我 你可以打我 但 但说句话行吗 你希望说什么呀 不是 你看得懂 我今天真的是给她过生日去了 而且我跟她已经说清楚了 你说话的方式还真特别呀 不是 那是意外 我 我真 我没有接受她 真的 我没接受她 嘴上接不接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心里已经接受了 她能够这么说话吗 咱能够这么说话吗 我错了 原谅我吧 好吗 容生 我们之间已经不存在原不原谅的问题了 重要的是我今天看到的那一幕 已经不会对我构成任何伤害了 我发现我心里一点都不难受 反而有一种轻松感 我知道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气话 对吗 没有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在为你高兴啊 你长了一个那么爱你 你长了一个那么爱你 有那么优秀的人 我终于可以安静地回家了 回家 这就是你的家啊 我们离婚吧 离了 就不是了 你 你等会儿 你 你说什么 我说离婚 你管我当着什么了 一个玩腻了随手就可以扔个玩具吗 我不是 松楚楚 几个月啊 你一直拿鸡毛蒜皮跟我玩 我就是你身边的一只好不够 腰围气 茶眼观色 你不让我站着我立马爬地 来跟你打滚 我为什么呀 我为的就是你能给我一点点温暖 不知到底为什么呀 我想让你放了我 好好珍惜陈琳娜 她对你的爱是真心实意的 她ayan 是不是不关我说什么 我做什么 你都要走 爹 你 boris 背货 east 昨天真是谢谢你了 我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你这样伤害一个你深爱的人 其实你比他更痛苦 你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 你真的想好了吗 容生会崩溃的 丽娜 容生是一个内心脆弱的人 你一定要好好地鼓励他 给他希望和爱 我相信你能救得了他 就像当初他救你一样 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总是能敏感地抓住 另一个人的爱 你去找他吧 楚楚跟我说你在这儿 这儿呢 是以前我和楚楚经常来的地方 有很多蚂蚁们要在这儿恋爱 分手 楚楚要走了 对不起 别和我说你 对不起 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 这事压根就跟你没关系 你只不过知道 想离开我的一个理由而已 对不起 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啊 你说我们在那么艰难的时候 才有的这个家 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 说不爱就不爱了 一个女人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突然觉得他这几个月所有的心肺 都是蓄眸已久 他是生生把我推出去的 你想完太多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绝望 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生活 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呀 我已经劝你 别想不开 可是我现在真的想死 我快崩溃了我 容生 你还记得 当初我想要自杀的时候 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你跟我说 别只看您自己的委屈 和痛苦 我也想告诉你 你要是因为此事而葬送了生命 你会让你的亲人 活在无比的痛苦之中 不会的 我不会自杀 我不会自杀 因为我现在 生不住死 那是因为你非要抓住 注定了没有结局的婚姻 其实 爱情就像空气一样 你抓得越紧 它越从你的指缝中溜走了 当你放开手 你会发现 爱情就在你的周围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我真的以为是楚楚站在这儿呢 可能是我们俩的观点一致吧 你这些话 你不在心里 还没έы 你不在心里 你比我好 是否 多了 叔叔 没事吧 我没事 我已经买好明天回家的票了 我只是跟我父母说 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你别说漏了 我给两位老人 买了包的内衣 天凉了 老人盼了 看来有些事情你已经想明白了 肯放我走了 我同意分开一段时间 但我不同意离婚 至于以后交给时间解决吧 好 用不了多长时间 一切就都能解决了 叔叔我想问你啊 如果陈琳娜从来没有在你我之间出现过 还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会 如果没有我 你跟陈琳娜就会有更好的幸福生活 她是个好姑娘 她是个好姑娘 她比我更爱你 你总是给我意外呀 过去是 现在也是 我真没想到 你能这么快地把我变成一个外人 如此平静地跟我讨论 我们彼此的讲完 所以啊 我离开以后 你不必对我有任何的牵挂 因为我也不会有 如果你还念在我们的夫妻之情 那就答应我一件事吧 回到海山集团 把唐家领的规划做完 毕竟 唐家领是我们两个都该感激的地方 我会考虑 谢谢 这个 能不能给我做纪念吗 请给我留一份 留个念一下啊 两年前 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 拿着的就是这张结婚证 我们欣喜若狂 两年后 还是在这个屋子里面 手里拿着还是这张结婚证 就要老眼纷飞 我明天走的事 没有跟任何人说 我希望你也不会说 我想再拨抱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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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会回到我的身边呢 对吗 我不知道 龙生 唐嘉领迎来送往了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 对于北京来说 他显得那么的迫旧跟不协调 可就是这个地方 收藏的却是最真实的梦想 奋斗和情感 这里呢 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落脚点 归属感 那是一种失望 那你就把它变成一个家呀 龙生 你一定要回去做唐嘉领的规划 改变这里的居住环境 让每一个带着梦想 来北京拼搏的人 都有一个温暖又有安全感的家 就算是我最后的请求 答应我吧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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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大宝说你身体不舒服 所以你aga 这么晚才回来 你去哪儿了 公司有应酬 我接完打把电话就回来了 我想跟你谈谈 初初 如果你要身体有病的话 我带你去医院 你要是心里有病的话 我求你了 别跟我吵 我不是想跟你吵架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说会话 说会 说啊 好嫩的香水味 有 有女同志在 是陈琳娜的吧 容生 其实我也挺喜欢陈琳娜的 早都跟你说过了 我跟陈琳娜没有关系 我求你了 别再因为这点臭香水味 你再跟我吵了行不行 我没想跟你吵架 我只是想好好地跟你说会话 我想告诉你 如果当初我们没有结婚 如果你现在是跟陈琳娜那样的女孩结婚 你现在生活的会比现在幸福得多 现在我的老婆是你 我只想好好地跟你过日子 过那种没有正常 没有参加正常的夫妻生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你喝醉的时候 和说这些 我困了我要睡 我爱你 别哭了 别哭了 疼吗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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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我亲密伤 疼我疼不疼吗 疼不疼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你怎么还没睡啊 哦 丽娜 看你喝多了 热牛奶能让你舒服些 丽娜 我不仅仅看你喝多了 还看见你和赵荣升 他就是送我回家而已 一个男人 从一个女人的怀抱里 转身逃走的感觉 不好 您熬这么晚 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吗 丽娜 你爱上了这个人 对吗 爸 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一直都想 找一个有责任心 能保护我的男人 可赵荣升保护的不是你 她是别人的丈夫 我知道 那你就必须克制自己 我陈海山的女儿 绝对不会做一个被别人唾弃的第三者 我 我不会的 可你现在已经痛苦了 不是吗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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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胜 喂 丽娜 刚才我没开见电话 有事吗 我就想知道 你是不是安全到家了 我到公司了 你怎么去公司了 那个 我想起还有份资料没开 我明天还要开个会议吗 龙胜 你真的没事吗 我没事 晚安 她瘦什么了 我得去当公司 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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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也不想这样 可是妈妈没办法 你一定要帮妈妈坚持下去 给我力量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出什么事了 她没事 我看看资料 是不是跟厨厨吵架了 没有 没有 我 我 真不知道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一丁点青毛蒜皮的事 都能激起她的斗志 你们应该好好谈一下 对 问题是谈我都不知道要谈什么 丽娜 你说以前我还能想办法 我帮帮你是吧 但是现在我真的我不知道 我想什么办法 我能帮帮我自己 我能救救我自己 我真是真快崩溃了我 我 容胜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那么痛苦啊 不如 不如分开吧 我想过 但是这儿 这儿会疼 很疼 你觉得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 反正我是调解药物 如果你要觉得过不下去了 那咱们就分开 这句话你能这么简单地说出口 我还真没想到 我还真没想到 那你就好好想想 想好了告诉我 我们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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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没有 还有什么 也很生气 他为了你放弃了这一切 他就让你心里踏实 如果你们的争吵和不开心 是因为我 那你就放心吧 我会跟他保持距离 减少你的困扰 我爸拿下唐家领这块地皮 他把规划的重任交给容生 他现在不能离开 我也希望你能让他留下来 你误会了 容生现在最应该放弃的 只有我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你想离开他 对 也就是说 你们所有的争吵和不愉快 都是你在逼他 对 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 想我们会不会争吵 还是我会求你 但是我真没有想到 你会这么平静 平静得这么冷漠 我还在为你们的爱情所感动 还在这儿跟你掏心窝窝地说话 还有那个笨蛋赵容生 还在为你痛苦地崩溃 绝望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现在已经被人给抛弃了 宋楚楚 太让我意外了 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有一见钟情就有举众人散 现在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你爱容生 对 我爱他 谢谢 如果没有别的事 我想先走了 等等 你要是不爱他 跟他离婚吧 好 好 好 你怎么了 你 你怎么流血了你啊 你 送我去医院 救命 救命 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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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 兔兔 我不能死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 初初怎么样 目前没有什么危险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好朋友 你能送她到医院来 说明你都知道了 她怎么了 你能确切告诉我 她生什么病了吗 急性逆细胞性的白血病 也就是说称血癌 血 血癌 你作为她的好朋友 你一定要劝劝初初 这可能是她自留的最后机会了 你都知道了 你不该瞒着我生 不 我 我已经坚持了这么久 我不能再告诉她 答应我 别告诉她 你是故意跟容生吵架 故意把她推出家门 推到我身边对吗 李娜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小的时候 我爸给我养了一只小狗 她老是缠着我 她老是缠着我 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后来 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她开始不吃不喝 我 终于有一天 她走了 我伤心极了 可我爸爸对我说 搞得忠诚 不在于她老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而在于 她自己知道要死了 不舍得让主人伤心难过 就会选择自己独自等待死亡 一只狗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我呢 我怎么能让我深爱的人 跟我一起承受死亡 和病痛地折磨呢 这点容生不公平 她应该 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爱人 有一个更美好 幸福的人生 可是楚楚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白血病也有很多治好的病例了 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 放弃自己的生命呢 你告诉我 如果你要是不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那我现在就给赵容生打电话 她是你丈夫 她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一切 你千万别跟她说 我 我是为了我的孩子 但我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 同时 我也知道自己怀孕了 医生说 如果你选择继续治疗 这个孩子就不能养 我选择留下孩子 说真的 说真的 我也曾经犹豫过 可是 每次我摸着自己的肚子 就能感受到 她在我肚子里 一点一点地长大 就能感觉到 一种希望 你是用自己的命来换孩子呀 是 我感谢自己的孩子 时大给了我 对抗病痛的力量 让我有勇气 面对一切 包括离开容生 以后的事情我都想好了 我把孩子生下来 交给我弟弟 他会像对待自己孩子 一样地对他 容生呢 会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 也会有属于他们的孩子 你瞅瞅你别再说了好吗 丁娜 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爱如生 可是他心里只有你啊 那你就帮我 帮我 让他爱上你 喂 瞧瞧我的手艺 现在都是女孩子的餐 你再看看咱们家 我这历历歪歪 上上下下的 我彻彻底底 也搭造了你 可你吗 来 渡主 我希望咱们之前的不愉快 就像那些垃圾一样 被一扫而逛 好不好 好 媳妇 你不是想回英蒙山吗 那咱们就回去 这就是你想了一个晚上的结果 对啊 你不是不喜欢我和陈琳娜在一起吗 你又不喜欢我去海神集团吗 那我宁可放弃这一切 我要和你想过去一样 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了 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因为变的人是我 没关系啊 只要你告诉我你心里怎么想的 那我可以最近变吗 好 我告诉你 你现在离开的 不应该是海神集团吧 而是离开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婚姻对我来说 就像一场游戏 我现在玩腻了我玩烦了 这场游戏该结束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些饭菜你自己吃吧 我已经不再爱吃这些了 游戏 你不是大宝 你的眼睛并不成功 我了解你 你在撒谎 对吗 如果一个人 注定了不能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你松手吧 我累了 你松手吧 你可以把我们的婚姻当成游戏 你可以把我们的婚姻当成游戏 它是我的全部 我辞职了 这也算是我对我们的婚姻最后的努力吧 行吧 我以后不会后悔了 怎么说 我不 помNO 太厉 appropriateいた 神使她 想标准了 我应该也择了 要让我来 是 未够尸戏 像唸戏 大家能够尸戏 人民 Daha维王 就不住这儿 那只能这样 到时候那盼子上先生 主名烟院 凤大包故居 你别瞎说 他死了才叫故居呢 死了 大宝 不管走到哪儿 都保持那颗 善良真诚快乐的心 姐我记住了 你咋说像拥片似的 大宝 在外边不管遇到什么事 还是你真的摔成大红大紫了 永远记着 在唐家里有一群人 永远托着你 安静儿了 从小路离开家 闲仔绝又要离开家了 虽然时间不畅 可这纪念咱都没缝开过 大宝 你记住了 你不是一人 走 走 走吧 大宝 等着你凯旋而归啊 安静凤大包 十三岁选无数 十五岁九小 二岁来飞行 来耍母官 快走 走 没事 你能够死什么 我已经决定了 怎么了 福主 出什么事了 我 我决定就要记着 我这次真的劝不动 或许 没有或许 你必须得帮我 我求求你了 好 我帮你 走了 你真的想好了 你真的想好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影响工作吧 我也不能因为一份工作失去家 可是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唐佳玲也是你的家 现在有重建唐佳玲的机会 你不应该放弃 坦白地告诉你 我跟楚楚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那总得要一个人放下手里的一切 去弥补吧 你要不同意 那我就把这份辞呈 交给董事长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在我批准你之前 你能陪我吃顿饭吗 吃饭 对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来 楚楚 小样 这个店不太大 白天人少点 晚上生意还好 楚楚来了 来来来喝点茶 老提我们家小燕子说起您 谢谢阿姨 您在北京住的还惯吗 惯惯 村子里的人听说我们要到北京来 我都炸了锅了 关键是她二姐 咋躲过了一劫 妈 那炸你说这些干啥 走 你跟我上到菜市场 晚上有包桌 我妈菜不够 咋坐着啊 我们忙去 看见了 我总算让我的家里人满意 艳儿 你过得好吗 我现在就跟活死人一样 好不好对于我来说 早就没什么感觉了 你把自己变成了活死人 一番把自己变成了酒鬼 劝劝一番吧 别让他为了我这样不吃的 好 算了 不说这个 对了 你跟荣升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 挺好的 没事 初初 你瞒不过我的 那会儿在唐嘉领的时候 我就发现你不对劲了 问你什么你都说没事 不可能没事的 你跟我说实话 赵荣升是不是跟陈丽娜 陈丽娜人挺好的 她对荣升也不错 你疯了 你再这么让她对荣升好下去 荣升就成了别人的老公了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啊 初初 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好好地照顾自己 好好地活着 初初 为什么高大全她妈会说 看在孩子的份上呢 可能她的意思是说 看见她小孙子多多的份上 再说了 初初跟那帮孩子感情处得一直都很深啊 我真不明白了 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明明是初初抛弃了我 可现在所有的人都把我赵荣升当成个王八蛋 都觉得我赵荣升对不起初初 那谁又知道我心里的委屈呢 初初吧 我们的感情像扔垃圾一样 她说扔就给扔了 然后一走了之 这难道就是她想要的结果吗 现在是唐家领拆迁的敏感时期 大家借着这个事拿你初初去你就别多想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干什么去 我去找初初 你不能去 我心里头憋得慌 我必须当面问清楚 我 你去有什么用啊 去就是大吵一架 她能跟你回来吗 再说她现在 她现在怎么呢 她现在不爱你了 是啊 她说过的 她不爱我 那我再去找她 那我再去找她 搬个所以然也没意义吧 容生不能再喝了 容生 她就把所有埋在我心底的东西 全都抹掉 这女人呢 她怎么可能抹得掉呢 你 你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 寒也行啊 你不能这样啊 她可以 子女人 她可以 她可以 还没有 我没有 快走 你可来了 不 陈林导还没走吗 没呢 我一直盯着呢 溜溜带领你四个小时 你赶我上去 把他还弄走 程博社 干什么 一帆你听我解释 你闭嘴 起来 你这是给他治病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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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搞婚外去 知道吗 知道吗 满天啊 我的婚姻在哪儿呢 我一个人 一掌床抱着一个枕头 你告诉我 我的婚姻在哪儿呢 你要是对陈丽娜没动心的吗 宋楚楚会走吗 他会走了 你小子记者 在你人生最惨的时候 是楚楚把你捞起来 你要一辈子都记 你现在哪儿 把你撒出去的人的心 给他收回来 把楚楚找回来 好好地做儿子 要不然的话 从今以后咱们兄弟俩 恩断一权 你们是不是没有人相信 是楚楚对我恩断一权 对 因为宋楚楚她不是这样的人 对 吴亦芬 哥 是不是你也觉得我是个混蛋 对 你现在就是一混蛋 你是一彻头彻尾的混蛋 王八蛋 你反正你听我解释 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呢 就咋想的边缘 吴亦芬 是我对陈丽娜动心了 我爱上她 爱上了 你怎么是想让我抽你呢 想抽我的人不止你一个 我自个儿都想抽我自个儿 我就是一王八蛋 我就是一混蛋 他敢打我 冒犯蛋 你躲开 杀手 混蛋 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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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荣生 你根本就不怪荣生 refusal 不管哪儿了 有这么重要的笑语 handed 肖子帮交给你 你总得负点责任吧 大家都等着你开会呢 再等等吧 那個赵荣生不是给你辞职报告了吗 你还等他干什么呀 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这个规划不能没有容声 我看是你不能没有招容声吗 我就不明白了 已经已经结了婚的一个穷小子 你还要他干什么呀 对 我要他 可是我不能把整个集团的大局 搭在你们儿女情场上 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们能做就做 不能做 我立马换人 爸 陈总 我回来了 赵重商 你借着我女儿对你的信任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 董事长 我之前确实是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 我保证 我一定会尽全力把唐经理的规划做好 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能力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爸 容声生活在唐家领 她对唐家领的现状非常地了解 我相信容声 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规划案 好 我就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两个月之内 完成整个唐家领的设计规划 否则的话 不用你写辞职报告 立马给我走人 没问题 没问题 这要是隔半年前 我有这么一辆车 我得乐疯了 马上带着处处都疯了 可是现在呢 我除了这辆车 什么都没有了 打起今儿来吧 咱们就两个月时间 再说 答应过处处的 会好好完成这个项目的 怎么了 我怎么突然觉着 我不敢开这辆车 不当他来的 妈 等孩子生下来 您就得受累了 啥话呀 我跟你爸呀 正巴巴巴 您把孩子扔给我们养呢 老母鸡红枣汤 赶紧趁上喝了 我现在好馅 你以为这是给你自己喝呀 我那宝贝孙子呀 正张着小嘴等着呢 你瞧你这脸煞白 哪儿像有身孕的人呢 哪儿像有身孕的人呢 赶紧喝吧 咋还恶心呢 按说应该过劲了呀 那你没啥不舒服吧 没有啊 没有啊 哎 妈问你 你怀孕了 容生知道了咋说 她特高兴吧 嗯 她特别高兴 嗯 妈 这汤特别好喝 我想再要一点 哎 好 妈给你盛去 嗯 喂 叔叔 容生已经回来继续她的工作了 你要答应我 你要答应我 别和我断了联系 我每天都会给你打电话的 也会按时去医院给你取药 会帮你找更好的医生 你必须要好好的 嗯 我答应你 你也要答应我 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 容生 她一定会爱上你的 你们会很幸福的 相信我 好 保重 她看上去是全身心心地投入工作里去 可她全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你去折磨自己 琳娜 你千万不要放弃 你现在已经在她心里了不是吗 我们都需要坚持 你放心吧 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现在早 你更早 我找容生 我先进去了 楚楚前脚走着后脚就跟上来了 不成我得露露 老街头 老街头 你吓我一跳你 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怎么没瞅见呢 你这一直盯着我呢 一个大姑娘一大早就往你屋里钻 我不盯着行吗 我问你 她干吗来了 是这样的 唐佳玲可能马上就要拆迁了 她跟我一起负责这个前期规划 一会儿去趟街道班人处 这她就来找我来了 怎么着 说拆就要拆了 不过我提醒你啊小的 唐佳玲拆了还可以盖 你小的可别把自己的家给拆了 我知道 我上去吧 嗯 这好好的说拆就拆了 这么大颗眼圈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这都是你收拾的 对呀 这样才像个家样嘛 要不就像单身宿舍似的 你这么一收拾 还真有点以前的感觉 吃饭吧 喝 你怎么知道我还喝你们粥啊 你跟我说的呀 你还说我是你肚子里回虫吗 我现在倒觉得 你越来越像粥粥肚子里回虫了 他 他每天都会起得很早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的一定是像纷纷的宇宙和他的微笑 你不是说不提楚楚了吗 是你让我想起来的 其实生活就像戏剧一样 没有永远的男女主角 没有永远的男女主角 A决走了 B决来了 内容和本质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看你适不适应 真不知道老天给我的是喜剧还是悲剧 总之别那么荒诞就行了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谈一下 我希望虎一帆能参加咱们团队 我们的规划书不仅仅是文字 还要有立体的规划图 虎一帆是优秀的设计师 他又特别了解唐家领 他要是参加了 会给咱们很多设想 好主意 而且对他也不难 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 就跟他谈合作 再说他跟小燕刚刚刚重归于好 应该重新规划一下 他们的新生活了吧 你是说一帆吗 这是妈妈给你取的小名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因为 你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 可妈妈能送给你的 只有每年的一封信 直到你长大成人 礼物 你看到第一封信的时候 你已经一岁了 妈妈只能想象你的样子 妈妈 妈妈希望 你跟你爸爸一样 高大 勇敢 坚强 他这段时间 准备到医院来做产检 他回老家了 他委托我近期帮他拿药 回老家了 他其实不应该回家 就楚楚 就楚楚现在的病情来说 中药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而已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医院正在做临床医学的学术交流 会有一些全国的知名血液方面的专家 到我们医院来 我可以把楚楚作为一个特殊病例 进行会诊 那太好了 但前提他必须得回来 况且 算时间 他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随时都有着产的可能性 你劝劝他吧 这对孩子 对他 都是最好的选择 丽娜 楚楚 药物已经快递出去了 最迟明天早上就到了 谢谢你啊 丑丑 你回来吧 专家门给你灰灰针 这对你和孩子都很安全啊 不用了 我跟小家伙都挺好的 他已经会在我的肚子里 拳打脚踢了 再说了 你们的规划 争得紧要关头 我怎么能回去添乱呢 等等再说吧 丽娜 这段时间 你跟陆生还好吗 反正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 关心他 陪伴他 给他弄他最爱吃的玉米粥 还有微笑 可是笑容在他脸上消失了 他整天整夜的工作 他说他害怕回那小屋 害怕睡觉 害怕梦点 他还想你 他很想你 他想她 他想想你 他想你想想 你我说你 这里需要给孩子一个甜糖 早 吃饭去吧 等一下 杰森 你记错了 我生日是下个月二十六号 不过谢谢你啊 我这边还有点事 先挂了吧 拜拜 我好像隐约的记着 是我和你 一起给你过的生日吧 是吗 那可能是我太想跟你一块吃饭了吧 多多 姐多多来了 来 来 来 多多该回家了 好 来 聊着聊得挺热闹啊 楚楚呢 去哪了 回老家了 你都对他做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做 放屁了 我天天看见你跟他在一块 你还说没做什么 我希望你说话能做什么的 我们只是朋友 我他妈瞅你啊 干什么 大全 你不能 那你不知道 他对不起楚楚 你看他孩子的分上 你不能啊 大全 松手松手啊 你不能啊 他不会答应我楚楚 我就是再蹲四年大劳 我都认了 走了 走了 回家了 大爷回来了 哎 真巧了啊 我炖的羊蟹子 也该给你好好补补了 我炖的羊蟹子 走吧 老歇头 你们是不是打心眼里 瞧不上我呀 讲 这怎么话说的 再这说了 我就没说什么呀 是啊 哎 干嘛去啊 我 我没问你 我陪陪她 什么姑娘呢 整个膏药一贴 你回来 看着你进入正轨了 我也打算出去找工作了 找什么工作呀 我聘你了 咱蚂蚁的梦想的公司 下礼拜呢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蚂蚁 咱不是蚁族吗 可是你知道 这蚂蚁是可以撂倒大象的 我就聘你 你就当老板娘 我不能让你再养我了 我要自食其力 那样的话 我心里会舒服一些的 明白 别动 不是这时候这电话卡的点特别好 准来 喂 老蟹桃 你人是不特别闷呢 那成 我马上过去 蹤在这帐棲的时候 不B 还是不 筹子 怎么呢 不是 我说我说我自己叫你 哈哈 我想你 因为你叫你妈 你警察 我说你 你打算了 你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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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 你干吗 你干吗 我说我 你干吗 早日 咱们又想你回去了 我想容生了 没出息 他想你了吗 这倒多长时间了 我就没见到 给咱们家来个电话 爸 你别怪他 是我不让他打的 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你好好惯他吧 容生 丽娜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我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演不下去了 容生 我只是 你只是个纯女人 你以为自己计划得很高兴 可是所有人都不会相信 你不爱我 我也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爱上别的女人 对不起 我们是夫妻 对吗 你不能擅自地 以你自己的意识 是去决定你和这个孩子的命运 宁儿会恨你 走 其实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如果当时我不跟你吵架 如果当时我不去信你那些话 如果当时我不让你走 我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容生 这些事情千万别告诉我家人 我只是想把生这个孩子的喜悦 带给他们 我 我答应你 可是你要答应我 我们要朝好的方向去努力 一切都要希望 回去之后我们住院治疗 求你了 别再折磨我了 求你了 别再折磨我了 我 求你了 别再折磨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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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了 我的声音了 他踢了我一下 他 他会痛了吗 宝贯 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了 你知道吗 我原本自信地以为 我是你的权利 可当你离开我之后我才发现 你是我的权利 我不能没有你 容烧 我答应过你 要永远陪在你身边 你 容烧 我答应过你 不管你走到哪儿 天涯还是海角 我都会找到你 我绝不失言 好好的 怎么会是这样啊 我跟小样呢也想好了 我们俩啊 帮回宿舍住 这样楚楚回来呢 也不得了 没有个照样 楚楚也太傻了 自个儿得了那么重的病 还怀着孩子 心里还想着赵大聪 那是因为他爱你哥 就这爱 咱谁也比不上 楚楚 楚楚 美风阿姨 楚楚在哪儿呢 赵大聪去接他了 估计明天回来 他病成这样 怀着还怎么能回娘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大美子别急 凳子 不用不用快说吧 你们啊 还不是那个陈丽娜 要是没有她也不能这样啊 那个陈丽娜啊 是不是容烧 做了对不起楚楚的事了 不是美风阿姨 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不是 你们今天必须得一无一时地 把事情都说清楚 楚楚啊 到了家 想着给妈来个电话 妈 你别难过了啊 哭傻的 楚楚会对生孩子好事吗 我就是心疼楚楚 他身子骨不好 这生孩子 又是要命的大事 这万一有个好歹 你说 妈不可能有好歹 那个我妈呢 从山东老家赶到了北京 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院 和最好的医生 爸 妈 你们放心 现在楚楚是最重要的 对 容胜 爸跟你说 回去以后啊 你得给爸保证 好好的说 先不 爸 你放心 我保证 我一定寸不不离的时候 就楚楚 好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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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你自己腰不好 多注意点 这么好就别干了 爸听你的 那 我们就先走吧 姐 你保重 姐 老生 爸跟你说啊 回去以后 给爸好好审不舒服 啊 放心 你 你 你 行 我放慢点啊 我放慢点 咱们打电话啊 什么师傅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哎呀 从河北过来怎么着也得三四个小时啊 哎 坐一会儿别急 烧暗雾灶妹子啊 哎呀 平时楚楚对我们大家都好 今天我们把这个好 也还给他 别绷着脸呢 多笑一点啊 楚楚回来了 妈 妈 孩子 不许哭啊 孩子 都到这个份上了 他能听得见的 高兴啊 哎哎哎 那个什么 别都站着呀 你楚楚哪经得起站呢 如上 快安排上去休息去啊 妈 别叫我妈 走 哎 你给我闭嘴 你就跟虎姑娘学吧 我告诉你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妈 楚楚怀孕的时候 我是真没留意她那肚子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 你不知道 你还当人丈夫啊 你现在知道难受了 啊 你想过没有 你整天跟那小妖妖在一起的时候 楚楚心里有多难受啊 整天就想着挣大钱 我告诉你 你就是住在鸡窝窝里 你那良心不得安宁知道吗 我现在见识了 我不要你见识 你怎么忍心 你怎么忍心 把楚楚碾住家门呢 多好的孩子 哎 你老实告诉我一句话 你对那个陈丽娜 你不要 有没有多别的心思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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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德的孩子 我现在才明白了 初始为什么坏了孩子不告诉你 一个自己都没学会扫路人 怎么当天 我告诉你 孩子生出来不能跟着你 跟你学不成好呢 你就正你的 丑姐姐吧你 赵荣生两天没来上班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她无故的消失 导致说整个规划 瘫困了两天 她要是不想干 就让她滚蛋 她是去接她妻子回家 既然是这样 就让她回家 陪她的老婆过日子去吧 爸 我希望你能理解她一下 我没法理解 丽娜丽娜 我陈海珊自认为静明 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傻闺女 你怎么就走口入魔地 爱上了这么一个 有家口的男人 我爱她 那是因为她妻子 爸 是时候我告诉你 我和她 还有她妻子的所有故事了 楚楚 你应该先治自个儿的病吗 妈 说实在的 我也想过要先治自己的病 看 我看着这孩子一天天长大 我就想起您说过 孩子就是妈的命 我哪能不要他呀 再说 也是她给了我力量 当我把这个家毁了 要把容身 推到陈琳娜身边的时候 我在心里特别难受 特别疼 在我最难过最难熬的时候 她总是用小脚丫轻轻地踢我一下 告诉我 妈妈要坚强地活下去 楚楚啊 这个事你 你 你真不该瞒着容身啊 她是你丈夫 什么事都应该让她陪着你 妈 您千万别怪她 是我的错 我为了自己 把这孩子生下来 可是以后 这容生 还是要有自己的家呀 妈 陈琳娜是个好姑娘 以后容身要是跟她在一起 一定会很幸福的 孩子 你爸 你爸妈的心都入碎了 妈 妈 如少啊 你心里到底咋想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一想到楚楚马上就要走了 孩子一生以来就没有妈 妈 我怕呀 你不光是怕楚楚走 你更怕 不知道自己将来怎么活着 我妈妈的对 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我怎么当爹 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 活着命给你一个孩子 这是你一辈子的福分 一个人可以自己跟自己过一辈子 到两眼一闭就完了 但是如果看着 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 那才叫寒笑九泉了 所以 我也感谢你啊 所以我也感谢你啊 感谢你任我当了爷爷 胡逸东 这辈子知足了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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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